胡仁对阵辉雄 一个球队是老胳膊老腿 且是背靠背作战 一个是NBA联盟第二年轻 且主场以一代劳 这场比赛赛前 辉雄自然是被看好的一方 不过有了上一场赢球的信心 上半场胡仁打低还是非常不错的 即将迎来自己37岁的生日 詹姆斯也是一场兴奋 首节比赛就是四中四 拿到了11分 也帮助胡仁保持着比分上的领先 四节比赛胡仁再次拉开了比分 不过顽强的辉雄 还是将分差追到了只剩下6分 一打胡仁莫兰特 就像是打了鸡血一样 上半场他就得到了全场最高的16分 下半场比赛 詹姆斯连中3分 一度拉开了14分的差距 不过莫兰特也是当仁不让开始率队追分 单节14分 愣是率队将分差追到了只剩下5分 末节比赛 又是莫兰特带领球队 打出了15比2的攻势 一举扭转了场上的烈势 胡仁一直落后了3分 这局面持续到了最后时刻 最后21秒 胡仁还落后辉雄3分 这时候他们已经没有了暂停 球队急需一个3分来追平比分 威少发球给到了詹姆斯 随后自己也是来到了底角等待机会 门客提上来给詹姆斯做掩护 随后辉雄采取加击詹姆斯的防守战术 老詹被迫用了一个背后传球给到了门客 此时门客可以强行出手3分 但命中的机会不大 他还有一个选择 那就是选择威少 传给底角的威少 让他来投3分 当时威少在底角的防守人莫兰特 已经过来补防门客了 只要他传球 威少就是一个绝对的大空位机会 面前6米内都是没人防守 灰雄就是放空威少 堵他投不进 也堵队友不给他传球 尽管本场威少16中期 3分球也是4中2 命中率也是不错的 但门客还是没有传给他 而是转了一圈之后 又给到了湖顶的詹姆斯 进攻时间不多了 詹姆斯无奈只能是自己选择突破 挤压防守空间给队友创造机会 可是在詹姆斯突破的时候 脚下一滑有个力气 起身之后 他也是只能选择跳起传球 这时候他想到的还是威少 詹姆斯以为威少还是在底角那个位置 结果传球的时候 他跟威少没有想到一起 威少往前叹了一步 随后又撤了回来 可是这一下也是晃了 准备传球的詹姆斯 结果詹姆斯的传球直接给到了篮下 被琼斯给抢断了 最终胡人也是99比104输掉了这场比赛 赛后对于这次失误 詹姆斯也解释说 我以为威少会空切到篮下 当他打算退到三分线时 我已经跳起在空中了 那次滑倒破坏了我的节奏 接下来要连续在主场面对开拓者 森琳郎 国王和老鹰 不知道他们能不能重新打起精神 来一波连胜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